大家好 今天是7月13日 星期一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 下午3時25分左右 市仍仍仍是整座等變 如果我們用一個月的形態來看 因為今月行指是由2日低位 24563 升到7日高位 26782點 4日之內升到2289點 稍微高台有少少整座 是很正常的 如果由這個角度來看 大市根本上是 處於急升後技術上的消化和整座 但如果我們細分少少看看 早日的市去到26782點 當然是續創新高 或者是市定 但之後的一個反復回落 由於指數 最低限度又再跌穿 250點 最低限度是暫時 有少少高台的不明 幸好10天線沒有失落 10天線已經升到25547 距離現在大概還有300點 但如果你說這300點 如果一旦有甚麼碰撞 從而令指數是觸及 或者是曾經跌穿10天線 最低限度以上的大市 又再反復不明 這點大家要同意 今早的市 先高了121點 去到25848 之後一直都反復 曾經一度低見25715點 即這一分鐘是倒跌12點 不過相對 2萬多點的指數 12點算得甚麼 都下午時短 一度秋高 去到26103點 記述上這一分鐘 是升了336點 同時也收回了210天線 來和勢頭仍然反復 所以現在這分鐘 恆生始終仍然走在10天線上面 而走在250天線之下 剛才我提到10天線 已經升到25547 其實這也是短期之內 比較重要的防守性據點 因為10天線如果沒有失 就意味著25518天線 仍然穩守 但一旦10天線有失 最低限度 講到過去10天 入市的投資者 或多或少都被騰狂 這點大家要留意 所以一定要關注10天線的防守性 至於250天線 已經慢慢慢慢 去到26,054點 大市在258日、259日 你可以從一個月的低位 看上來 現在的市仍然是走在250天線 所以現在這分鐘 市真是等變 看回大約數據的股份 其實很多已經升了不少 現在這分鐘仍然是咬著高台 包括騰訊、廣交所、阿里巴巴、 美團短平、甚至乎平安保醫生 至於5G的板塊 很多都是升了不少 但一樣是咬著高台 例如2、3、8月順雨 2018的瑞星 甚至乎手機股 小米的180 已經是回到招股價17元 但現在就站在這個水平 今天市場一直都在高台 而且不肯怎樣下 或多或少都是受到A股大速度上升 所拉動 因為上證指數以收市來說 前後就升了60點了 A股也不知是比較神勇 因為今天技術上 曾經輕輕穿上了上次高位3456點 最高見到3458點 即是說A股仍然主要逐步換步向上 找高位的影響 唯獨市廣股可能真的 由上星期開始 經過第二波的爆發 令到資金入市的態度 或者有少少卻步 如果從一個月份來看 市市升了這麼多 到現在仍然是25,800 25,900 握住256點平台 其實市的表現不算特別差 只不過就是 肯指成分裏面 老實說 肯上佔10.3% 港交手佔3.46% 中人手都好 但佔1.68% 平保都不錯 佔4.9% 即是說 有20%的成分比數嗎 走勢仍然相當比較硬正 但其他傳統的藍手 仍然是整顧不前的 你要單單靠這幾隻股份 一路將市推上去 其實是真有難度 現在不是23,000上24,000 不是24,000上24,000 已經是26,000了 對吧 再說 成交交易亦很重要 好了 接近收市的分析 我就說到這裡